我是K,其實我做了電商也有十年的時間 我在一年多前自己出來創業 設立了一間專門做DGMarketing和e-commerce公司 熟悉香港的一些電商平台,例如HT Mall 或者Price.com 甚至一些跨境電商也有研究 我有個專長也有一點不同 因為我本身是IT的習慣 其實從網店設立開始去到後面 去推廣引流、去到一些數據分析 其實自己也很有興趣研究 所以就是一年多前設立了一間公司 專門幫中小企解決他們一些變相的困難 K,那時打工的時候 雖然你在從事這個工作 都在創業,為什麼都會選擇一個版塊發展? 其實是這樣,我相信三年前 大家都沒有忘記過的就是COVID疫情 其實疫情那段時間我仍在打工 其實打工的時候都開始去想 究竟打工在做什麼? 而且都看到經濟發展有一點不同 相信大家都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開始就是網購 越來越多人喜歡網上買 尤其是COVID的時候 大家可能出不到街了 你要買口罩,香港有沒有時候 你會做什麼?一定是網購 所以其實再加速了自己的想法 不如真的走出來去創業 試一下幫大家或商家 如何轉型走上去做一些網上生意 尤其是疫情期間 我看到很多老闆或零售商 其實他們都很頭痕 因為就是破理,我沒得開 你開完之後你有沒有人流 其實唯一一個方法就是做一些電商的生意 所以最終出來創業 都是想做自己喜歡或興趣的事 原因是第一,真的很喜歡電商這件事 第二,其實電商這個其實是在香港 我覺得挺可悲的 可悲的位置是很多商家 其實是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或者就是香港人對於網購這件事 就是不是很接受到 大家會淘寶買東西 或者Amazon、Ebay 其實大家是很熟悉的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是 但是為什麼香港人 好像不是接觸到網購或者電商這件事 所以才是想出來創業 還有希望幫助香港商家如何進入電商的版塊 是不是很多朋友覺得電商很容易做 自己買的貨 放上網、IG、平台就會做到生意 其實當中有沒有一些竅門 以及一些迴避風險的地方 做電商是否容易 可以很容易,難的 我也想多說一些電商的構思 很多人以為就是 我有件產品在這裡 我開過Facebook專頁 或者可能開過Instagram 可能開過IG shop 等同要做的電商 其實這個是錯的 真正的電商是真的 你如何透過一個網店或一個平台 可能跟這些消費者有一個互動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容易的話 我覺得不算是容易的 首先其實有些什麼竅門就是 第一你要想清楚 可能你的套路想怎樣走 究竟你想很輕鬆很簡單 就是透過Instagram去賣產品 然後輕易收單 然後不斷 DM你 是一個電商 還是你想一個系統化 如果是真的想做一個完整的電商 或者做一個品牌的網站的話 其實應該是真的設置一個網邊 然後去選品 選品這件事其實都值得去留意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以前 比如去韓國東大門入貨 或者直接是上大陸去賣貨回來 以為賣完貨回來 我再賣出去 其實這件事都很難的 競爭這麼大 你要想一下消費者是怎樣去選擇你 所以第二步其實一定是產品 你的產品究竟是怎樣吸引到客人 以及最重要是你怎樣透過網站 去說到客人一定是賣你的產品 當然如果你的產品真的有優勝之處 其實電商就很容易 是一個叫做賺錢的方法 原因就是你可以開個網點 24小時 任何可能是世界各地的人 其實上你的網站 然後看到一個產品有興趣 然後買東西 其實你就可以收錢 就是一個輕鬆穩戰的方法 K 近來也有很多人做直播大貨 就是小紅書也好 抖音也好 或者在Facebook做 其實你又怎樣看直播大貨 這件事在香港市場 或者在電商的角度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銷售方法 首先先說了直播大貨 其實這個方式 其實這個方式是很好的 只不過在地區性 在香港是不是適合 抖音啊 其實你看到其實是好買的 原因就是大家喜歡去看片 或者就是怎樣透過一個直播 很容易知道產品有什麼優勝 或者就是透過真的直播大貨的主持 怎樣一些銷售技巧 令他們買 所以你說這個方式 我認為是好 但是放回香港的話 我那次還會贊連 其實跟電商那樣東西一樣 是比較類似的 電商為什麼在香港去禁詞 才會流行 或者為什麼香港最流行的電商平台 其實只有HTMO 他都比較成功 或者今年都差了 大家可能有看業績都知道 其實HTMO其實都差了 這個原因都是因為香港人接受能力 其實是比較低的 香港直播大貨比較知名 或者真是很出名的平台 我想應該是沒有的 尤其是可能最知名的一些國際平台 可能真的是抖音 國際就是TikTok 但是你想一想其實這兩個平台 在香港其實都用不了 所以我覺得直播大貨在香港 我其實真的只能夠收到很多不同的因素 可能地區的因素 還有很多限制 或者香港人的接受能力 甚至就是其實香港的地理環境上 買的很方便 始終你當網球生意再差了的時候 只不過你用這個推銷的方式 其實怎樣都未必去幫到一個電商的生意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如果直播大貨的話 可能真的在中國或者其他地區 我想會比較值得 Kia 有沒有過往一兩個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有些客戶可能是做得不好 或者可能他自己做得很成功 有沒有一些案例分享 其實都有的 或者說一些不成功的案例先 其實很多客戶會以為做電商很容易 他以為真的建了一個網站出來 之後有產品之後就有銷售 我記得有一個客戶就是 他在美國找了一個濕平民的牌子回來 他就自己直接入貨 你知入貨其實有一個風險 風險就是你當問廠家拿貨的時候 你不可能逐件貨去拿 你一定是可能的 一大堆貨可能買回來香港 所以首先他的一個客戶就是 他先買了一些貨回來 之後再想怎樣銷售 他以為就是建了網站出來 放了一件產品在網站上 之後做少許可能一兩千元的廣告費 他就可以買得出去 其實是錯的 所以我看著他 或者我都跟他說過 不如你想一想 其實這個產品有沒有一些特別之處 或者就是加大你這個Marketing 但是他都不聽 所以最後其實他都挺厲害的 他都堅持了半年或以上投資下去 他見到沒什麼生意 其實他就開始去想一想 其實這個是不是真的正確的方向去做 如果一些不成功的例子 很多時候就是他以為做電商很容易 以為真的隨便買一件產品回來 然後之後加少許錢 他就有很高回報 這個真的是錯的 那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 是他是自家一些首飾品牌 當中他做得比較好的原因 就是他想法會比較全面 首先就是他會做好自己的品牌 做好自己的品牌之後 他會想很多不同的策略 例如就是他怎樣去找一些新客 怎樣給一些優惠他的新客 或者可能怎樣去留住他的舊客 做電商有一個優勝之處 就是你很容易拿到一些客戶的資料 很簡單 客戶下了單 或者你給一些優惠 他登記的一個叫做 我們稱之為的newslector電子報 你就拿到客戶的data 他很懂得用這些data 他再給一些優惠 或者就是令到他們再買東西 所以他相對來說是比較成功 他是在香港也做到 offline也會有店舖 之後現在都開始去想一下 究竟是海外發展 例如新加坡 或者去日本台灣這些地區 所以順帶一提都想說一點點就是 在香港雖然做電商很困難 很多商家都會想 我是香港做電商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700萬人口 現在雖然越來越少 其實有沒有一個可能性 其實是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不如想一想 是怎樣將貨品再出去其他地區 其實現在可能電商 或者香港經濟情況都比較差 其實香港商家都很多問我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去找多些生意 其實都有的 我想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不如做一些跨境電商 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其實怎樣這樣說呢 東南亞地區其實人口是很大的 例如最近我都去了越南去考察 越南其實是說一億的人口 一億人口你可能做到1%的話 其實你生意已經很好 其實外面是很多機會的 如果可能真的你的產品上是有一個優勝之處 或者是很適宜在東南亞地區去買的話 其實做東南亞跨境變相都是去幫到一個商家去賺錢 或者甚至去一個散貨的途徑 第二也想說一點點的趨勢 其實趨勢可能香港政府 或者真的香港貿法局 其實都開始去推進一些做跨境電商 或者鼓勵一些商家去出海的 原因就是都希望商家多些接觸 就是外面的平台或者資源 你說這一方面的話 做本地電商是比較難的 原因就是你要去接觸當地文化 或者去了解當地的語言或者產品你才容易做的 但是如果大家可能真的有做一些跨境電商 或者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找我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都很榮幸 都是香港貿法局的合作夥伴 今年其實我們都很主力去推出一些商家 去做一些跨境電商的 如果真的想了解多些跨境電商 或者就是想找一些電商代應運的話 都歡迎找我和我公司的團隊去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真的對電商有興趣 或者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上回我們的網站去了解 或者可以去PN或者WhatsApp 去做一個consultation 我們公司的宗旨就是 希望用最低的成本 就是幫商家發展他的網上業務 最希望就是我們成為每個商家的小助手 所以如果大家可能真的去缺乏資源 或者沒有人幫忙的話 想找人聊一聊 其實都歡迎找我的 好 多謝大家